Hello, 各位早晨, 亞洲新聞 昨天爆發了一項頗見的資料 亦某程度上引證當初本台收到花生蜂, 並非空月來蜂 兩位曾駐港的美國記者 以2019年修例蜂波為主族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Amanda Brave 裡面透露指 至2020年6月30日通過並實施《國安法》以來 現時在獄中的香港創志裝扮人王之鋒 在法例通過前的當日早上 就去找美國外交官要求尋找政治庇護 但當時很明顯地並未找他 甚至大家都很著眼於會面的地點 即是在哪裏呢?即是在領事館還是其他地方呢? 本書中提及到為何見面的時候 會去一個地方叫做聖約翰大廈呢? 因為聖約翰大廈那邊有一個辦公室 就是美國外交官會用的辦公室 但那個外交官並不屬於領事館範圍 即是說並不屬於美國的 解釋吧,聖約翰大廈就是聖約翰大廈 它是在美國領事館正對面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應該是屬於家道李家族的 因為大家知道有一個很熟悉的股票 叫做九三,中國天然氣 就是在那裏,辦公室在那裏,所以經常上去的 而那裏正正是領事館正對面 對面離開了領事館範圍,並不屬於美國領導 總之不是領導,是領導 所以也不享有領事保護權 所以最後國家官以這個 不會在美國本土外接受政治庇護為理由 即拒絕黃之鋒的要求 同時也有人說 美方曾經考慮秘密將黃之鋒帶來香港 經水路走向台灣或菲律賓 但是因為怕船隻離開香港水域 即進入中國水域時,會被中方折惡 會演變成國際事件而作霸 最後國務院就覺得 又接受不了政治庇護,也秘密帶走不了他 所以就免得了,兩樣都不做 也免得通知他,等等等等 就有這些花生吃 第一,當然黃之鋒是被用完結器 是的,因為如果羅冠聰走到的話 黃之鋒應該沒理由走不了 是的,但是他講的 這個也是他爆了這麼的資料 因為黃之鋒也是寫了信 找人寫了審慕軒寫了信給蓬佩奧 那當然是不行 那證明一件事 我們當初的時候說 黃之鋒為什麼沒有走呢 因為之前說過很多的 為什麼沒有走 他認為中國沒有了道 怎樣怎樣怎樣 原來他當初也是有過一些 經況的 對於事實的判斷也是正確的 因為據說黎智英 曾經叫他是走不走的 據說,我不敢白罰白肯定 這件事不是事實 但是據說了,黃之鋒就原來是 他都爬底 但問題就是,我講講 他那個狀況 就是這些叫做 去劃劉 就是一些去一些劉 你一定要有人坐牢 如果不是整件事 就是羅冠聰走了 你黃之鋒就要坐牢 明白嗎 他要留一些坐牢的年輕人 在做一些 假設如果發生了什麼事 他有一堆人可以用 明白嗎 因為黃之鋒是不能走的 因為黃之鋒是沒有政治身份的 你離開的時候 你只要留在香港 你才是真正有價值 明白嗎 因為呢 羅冠聰去到外國 他再講 我是立法會議員 現在我是一個著草的 立法會議員 有了一個羅冠聰這些人 還有一個在許智峰 那你還要黃之鋒來做什麼呢 但黃之鋒不同 因為黃之鋒在香港 是很大的知名度 他在香港的知名度 就大了羅冠聰 但是當你沒有官方身份的時候 你在海外的時候 你就會很吃虧 你不知道你怎麼介紹他 他在唱衰中國的時候 你怎麼介紹他 所以他一定要留在做炮灰 整件事是美國有部署的 如果你說去走的話 第一就是 我想美國領事館 他說怕香港政府 取消了美國領事館的資格 我相信你 你美國領事館的話 他也未必這麼肯定是做到的 所以整件事 我想他在美國不想收容他 或者你去什麼時候 走出去出海的時候 都很多人都搏到的 搏一搏也有機會吧 喂 你美國政府這麼大能力 你不是運走黃之鋒都不行 我覺得應該逼他坐牢 不是沈默 而是奧卓軒 奧卓軒 也就是在華盛頓 那就是其中一個 之前提及過 我們之前就說 收到有些人就說 當初很迷信就是什麼 當時美國會發直升機過來 救他們走 說這個人給我聽 那個人是 北京大學讀了博士 但是 這麼具體 跟爆名沒有分別 我爆名 我忘記做名字 OK 那個立法會員叫什麼名字 黃毓宏那個轉世聯同 鄭鎔門 不是鄭鎔門 你也是鄭 鄭鎔門 跟我說他是鄭鎔門 他就說 但是現在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 應該可能不在香港 所以說 他就說 他以為會有一個直升機過來救黃之鋒 他說為什麼沒有 他個個都有直升機過來救 我想就是這件事 因為他求了他 他問了美國 如果美國答應 我相信他不是馬上拒絕 我相信他會考慮一下 他會說 等過了關人鬼事 也都是一些 用完職器 如果你相信美國 大家也知道 其實美國在用完職器方面 歷史 歷史很斑斑 歷史斑斑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為 在韓國 在越南 都試過 韓國 博正希 她的女兒還親美 在這件事 他出賣盟友的時間 因為他全部講 他全部講 那個效益 但是 他們雖然出賣盟友 但是當你有價值的時候 可以吃香喝喝的 所以黃之鋒 他都覺得 我找足數給你 因為他給了錢 所以 也都不是 完全出賣 美式 美式是這樣的 我和你做事 我和你 計足錢 不講感情 計足了錢 找足數給你 然後現在 你出事的 我不管 很正 當有什麼時候 我會給你機會 賺錢 給你機會 現在你打不贏 你打贏了 你可以做香港特首 對不對 這本書 其中提及的情況 剛才也提及到 這本書 是以修理風波來做主軸 所以有其他章節 另外一個章節 筆點名就說 有涉及內地事務局長的政治助理 在2019年7月21日的白衣人事件 前一天 即7月20日出現了聯朗的一條鄉村宴會 就說這個人 就勸喻大家穿白衣過元朗 這些說法也有出現 當時政治及內地事務局的政治助理 應該是不順盡 他就向這本書的作者發出一段私訊 就說 書中涉及的指控是不真實 因為當日我沒有穿白色衣服 只穿藍色衣服 也沒有呼籲別人 即7月21日就過去任何地方等等 也有這些說法 我相信 如果他穿藍色衣服已經很明顯 除非他這件事說謊 但問題就是 他這件事都是 因為他這件事都是正確的 我想吳景峻不會跟他說 不會跟記者說 即是說 他也是聽到一些黃絲去說這些 所以他本身這件事 並非一個可靠的證供 他不是吳景峻跟他說 我相信他講 我相信他講的是事實 但他講的是事實 他聽回來的事實 道聽途說就未必一定是對的 嗯 所以就證明記者都會出錯 所以看新聞更加需要小心 出書都可以有這些錯誤 講完修例風暴大發生之後 我再講講第二件 也仍然是同性婚姻問題 早前民陣召集人神梓傑 司法復合同性婚姻案 即是終審法院判部份勝訴 裁定港府未有提供替代方案 確立同性伴侶關係屬於違憲行為 早前都因為一個同樂運動會 而向葉劉大開火炮的 選委屆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就說 去信要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周豪鼎 就討論這個判決 而且認為對中院的決定深表遺憾 司法機構就不應該這麼草率地改變 涉重大公共政策的決定 也不應該迫使特區政府 作出違反憲法的安排 所以他可能要求 應該考慮進行人大釋法作進一步澄清 即澄清一下這件事 你引用說回他那段話叫做什麼 這段 變相承認海外同性婚姻合法化 完全顛覆了中華文化和傳統家庭價值觀 不符合中國憲法 是 中國憲法有沒有說明中華文化和傳統家庭價值觀 這個真的要解僱才知道 我很懷疑 我很懷疑這句話 那就是 他說 因為中院判決單方面改變重大的公共政策 但他被施特區政府在兩年內撤入民事結合登記制度 明顯遷阅了行政主導和立法會的地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等於廢了中審法院或之類 我覺得整件事 整件事 在中國來說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我不說這樣做對不對 就是 中審法院的判決 應該是 他不是說什麼 中審法院的部分性 是非政治性的 不會是 因為幾百萬人來香港之類 之前發生的事 是非政治性的 如果中審法院 如果你說兩件事 就去人大釋法的話 即是 你 香港的自治 香港的一國兩制何存呢 他就是 他就是說 要一國兩制 就是 你要有些事情不同 都可以 如果不是 即是 有些無關痛的事情不同 才叫一國兩制 這樣又不可以 那又不可以 那又不可以 那你搞什麼一國兩制 我覺得整件事是錯了 整件事是破壞了一國兩制 整件事反而是 如果你 你連這些事 我們就是 香港就要被人 做這裏做這裏 有些少少不同出來 是不是 你如果搞來搞去 北京都找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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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這件事不會影響到的 不是無端端 也不是當年的時候 你無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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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你怎麼會為了抓個人立條法 整件事都很夢幻在全香港一起說要抓 民主派、反對派和建制派大家都說要抓陳同法 我從來沒見過為了抓一個人特得立條法來抓一個人 那就是事後法律,那就是追訴權 那就是追訴權,他犯了法,本來他沒事情再立條法抓他 那就是追訴權,大家都說沒有追訴權 我真的不知道幹什麼 還要是民主派都贊成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歐頭 他們不是贊成 他們不是贊成 那個叫做 他們不是贊成 圖法條例 但是他們贊成要抓陳同佳 陳同佳成之於法這個基本的規規 是完全不懂法律的,完全不懂法基本上的法治學 法治學本身的原因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寧可錯放一萬人 法治學本身是最初那個叫做程序正義 那個叫做程序正義 就是你明知道那個人是犯法的了 但是你不可以打他一身 你不可以打他一身去拿口供 你明知道那個辦法,你可不可以打他拿口供 謝庭峰當年就是這樣 那套戲和恩志丹那套戲 他就是因為他打那個人 結果打死了那個人 結果打他拿口供 離開到那套戲和恩志丹那套戲 那套戲和恩志丹那套戲 老婆 老婆 你打那個人去拿口供 問題就是這樣 整件事都是 因為香港人的法治意識很差 法治意識就是你不可以非法去拿正序 非法去令到一個本人有罪的人入罪 是不是 很多人都說 我認識那個人說 他說 他有很多官司很容易打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那個人很討厭那個人 所以他就說謊 去冤枉那個人 他討厭那個人 他討厭那個人 我也有辦法 說謊 尤其是警察 很喜歡警察 就說謊 他最慘的是 相同的人 你還不停說 警察為什麼要說謊 去冤枉那個人 那個人不是去冤枉他 他真的 但我沒辦法 唯有說謊 我不夠正確 唯有說謊去冤枉他 對不對 那你是無法 這些相同 陳同當然是相同的事情 所以會發生這件事 會有這件事 你這件事輸了 你那個官司輸了就輸了 你那個人就是 你不是那個人無辜 你不是錯過什麼 你是放 你是 你不是無辜 但問題就是你輸了 那官司又不是 你覺得他違反什麼 但你輸了就輸了 你不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來的 那你無端端又要人大釋法 我本身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 暫時呢 就是其他人都這樣說 就是 是不是每次都要人大釋法 那人大不就很忙 那很麻煩 那很麻煩 是啊 當然 除了這個比較爭議性的事情之外 也有其他所說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就說 如果香港真的開放了這個所謂的同性婚姻 那他們可能就在前設 就是說是替代方案 那他們就上升了同性婚姻 那他們就說 如果香港開放了同性婚姻 那其實對於這個香港的旅遊業 有沒有幫助呢 就是那些全世界的同性女生 會不會過來香港結婚 那順便會玩兩天 全世界只有香港一個同性婚姻 那又不是 好像在荷蘭都可以的 那我想很多地方都有同性婚姻 為什麼會過來呢 你可以開同性歐治 如果大家是同性的 好像三藩市最喜歡的那些 就是開同性性派對 那就是很多人出來 開一個同性性派對 三藩市當年的時候 那個同性婚姻是萬幾人參加的 那你想想這些這些城市 第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很羨慕 全世界的人都很羨慕 全世界的人都很羨慕 那全世界的人都會過來 那然後呢 那大家是會整個 整個 整個 市面上 社會上都很活躍 兼且令到 你想想一萬多間房間 你想想可以 你想想可以 能夠 一萬多人來 你想想市面上的 發明都很厲害 是不是 可以有幾多 即是幾多個旅客 幾多個旅客 突然多了一個人 結果就是那個 那萬多人的那個 本來那個 在很小的一個愛知病 就是那個萬多人 只是散發了 最多了三分次爆發 就是那個萬多人的性派對 沒有辦法 因為 因為 男同性戀的性行為 是比 男女的性行為 是那個 患上愛知病的機會大很多 即是感染愛知病的機會大很多 結果就 撞到這樣的情況 嗯 你說可不可以增加旅遊 你自己想 可以增加 我想做Orgy 比方增加旅遊多些 剛才為何提及到旅遊 就是因為大家都打算發展旅遊業 賺外錢 剛才也說到 就是說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亦都有其他的 開會的時候 說其他事情 包括在大會上面 就提出 會不會考慮整個監獄旅遊團 因為澳洲都有 讓旅客感受一下 坐牢的感覺 那香港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位置 原來戴耀廷坐過的 又有鳳 又有烏煙 又有老虎 又有什麼 應該都挺有特色 這是何君堯提出的 這是何君堯提出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議員 也有提出 譬如說姚八良 即是立法旅遊格立法議員 姚八良就說 可不可以研究 在不影響 油麻地警署的正常運作之下 適當開放警署給公眾參觀呢 因為部分和紀律部隊有關的捉物 就是訪光旅遊的打卡熱點 我想 如果 如果我自己來說 不止其他人 我想大家都對參觀監獄的興趣 會比參觀警局更大 對 所以 但是 我認識有人在監獄吃飯 因為監獄署 它有 那個懲交署 是有一些 你可以在一些 類似監獄的地方吃飯 即是你要去選擇一些高層 才可以 我不知一張是什麼 什麼狀況 但是 好像是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太平山市長瘡 不是 它有些 類似監獄 類似監獄 總而言之 是在監獄裏面的 所以 那些人 如果去過 很神 很特別的經歷 曾經試過 有人說 跟我去吃飯 請我去吃飯 但問題就是 結果 沒有空 那些人都很有興趣 那幾個 有份聽到的女生 都覺得很有興趣 但問題就是 到最後 沒有去過 所以 我想監獄都是挺有趣的 都是坐牢女友團 都挺有趣的 是的 但是對於這個 幫助大不大呢? 我想 不會有一 兩個景點 那個幫助很大 就是應該 你少少幫助 現在是 即少成多 正如陳文波都說 要搞好股市 或要組合權 要組合權 一部分 當然 保安局長鄧炳強回應 就是說 會平衡發展和保育 有些地方 如果保育價值不大的話 就可能會 做其他用途 譬如說 馬虎監獄一段時間 不需要用 就會化成為 青少年訓練場地 等等 就不會浪費 也沒有很正面回應 有沒有說 要做這個旅遊 至於警局那個 就說 警隊會繼續做辦公室 做警隊行動 所以就不會去公眾開放 大家門口已經打卡 已經很漂亮 等等 水警總部也挺好的 挺好玩的 水警總部也挺好的 挺好玩的 這個就是 這個情況 說完這個之後 都說了 可能和本台有少少關係的事情 說大團隊 參考真實病例 設計出不同性格和病歷的病人 結合成成人工智能技術 研發AI虛擬病人 即是問診原用程式 就讓醫科學生 無疑診症的時候 跟病人互動 提升這個醫科學生的 問診採集病史專業技巧和準確性 也做了一個AI出來 就是做這個虛擬病人 我只是想問那個AI 是只是網上 會出聲 還是會打字出來 還是有個 哎呀 肉體機械人 好像Ear Musk 有條女兒 肉體橫層 這樣去機械人 他沒有說到 這條病究竟是怎樣 暫時是Apps 不過我們考慮之前說過 我的工信部 打算在2025年前 製造這個人形機械人 嘩 不一定就可以裝上去 OK 如果人形機械人又比較好 但那個人要發冷發熱 會有一些這樣才行 嗯 嗯 嗯 所以我當然是覺得 他們不跟我們合作 是比較好不致 是 有AI虛擬病 也有本台的AI問診技術 Linux AMD 我們遲些會教人 怎樣幫忙 更加好用AI 因為之前我跟Ellen有個案 發生一件事 我跟他一起去問Linux AMD 那我就不太問多答案 他就問多答案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用過Linux AMD 也是一個學問來的 現今世代 很多科技都說大數據 越收集越多 你AI做完之後 推出的東西才會更準確 所以這件事都是學習程式 一重進步 各位觀眾如果有空的話 都可以多問一些 等待本台的旗艦項目0 XDMD 即是有快速的成長 講完這個資訊 也講一講 我們看看香港夜奔分 政府9月中展開的香港夜奔分 打算激活本地經濟 究竟活動成效如何呢 這個回答令人很迷惘 因為本身說激活本地經濟 但有議員要求交代活動 帶來額外的經濟收益和旅客數字 局方回應說沒有特別估算 只是引述個別商戶在生意上 個別商戶 即是乖了 在生意上增加兩至三成 是個別商戶 個別不是全部 即是乖了 跟我們預測一樣 當然 三個海賓場地 即是夜奔分的海賓場地 吸引了27萬人次進場 即是由9月中到10月31日 即是大概過半月時間 27萬 我也有去到 有一天去了 即是走了 打了百合拳 但我沒有光顧到 所以毫無疑問 亦沒有增加經濟效益 所以 嘯家輝說 剛剛都是令你開心一點 希望 大家都可以的 如果開心 但如果講經濟的話 可能你還是負數 即是你投入的資源 再加上什麼 他們現在全部人是不懂得賺錢的 整個政府 難道黃偉倫不懂得賺錢嗎 做新聞處出身 即是很老實 日後還做不做呢 我想日後都不會做 是啊 那你為何要做呢 叫做農民相財 你不是說不行 大家開心 但我想香港今時今日 不是賺錢的時候 不是賺錢的時候 其實不如炒一些官 會比較有效些 我前幾天和一個高官和一個常秘吃飯 我兜兜免跟他說 其實 我不是說常秘沒有用 我而是說 常秘副局長和局長 你三個就只存一個 根本不用高官問責勢 他回到以前總經話之前 那就可以了 三個位置 三個位置 局長和局長和局長和常秘 你就會減兩個位置 是不是 即是根本上 根本上 你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浪費的機構 浪費錢的家常店屋 你如果減完這些 然後立法會減一半都可以 立法會減四十五個人 那都什麼 然後區議會也減 每個服務的地區多些 現在有四百多個 那你變成兩百多個都可以了 那我想政府是下巴幾一億的 下巴二十三億起碼 大刀虎虎 是啊 那這些全部是隔藏者的一部需要 我剛才說 你說政務司都已經是掃街了 政務司司長 你還要找到副事務司司長 回來幹什麼 香港 就是這些人全部阻礙地球轉 當然 當然局方說 會利用節日元素為市民 更加一個活動的選擇 夜分分的活動都會陸續推出 希望增添歡樂氣氛 聖誕、跨年度數、糧宵年利市場等等 相信都會是文女局之後會積極做的事 文青局也會在不同地區 推動舉辦不同活動等等 總之那些錢全部都消錢 政府哪有這麼多錢 他們覺得全部都大發通 我年多前已經說了 我年多前已經說香港政府沒有錢 你怎麼搞 那些人在派錢 常公子說派當然好 說了一堆東西 政府派得太少說了 我說現在政府就不應派錢 鬥你還沒派 一年前我已經說了 嗯哼 這就是洗錢的狀況 洗完錢之後 亦講一下藏室示弱的問題 因為最近歐洲 甚至部分東亞地區 例如韓國 都爆發了很大的藏室問題 很多人都怕忍失入獄 所以食物永遠身處也說 已經會聯同相關部門和機構 進行各方面的加強宣傳教育 希望防止或者預防這個女客 帶失入香港 甚至即使帶了之後 也要怎樣處理 那就是藏室也有名臭蟲 證明是臭蟲 所以大家可以出去的時候 也留意一下 有沒有一些類似臭蟲的物體 帶入行李箱 食環處也會在機場上 派宣傳單張 或者會提醒 航空公司機場管理 飛機機場衛生 也會考慮就防止臭蟲提供技術意見 也會和酒店夜街匯了面 交流各方面的事項 臭蟲、藏室也不會傳染疾病 但是咬人就會出現皮膚敏感和癢養感到不適 還有很臭的 我找到那個… 忘記了 有一個床室專家 聽說他鎖在一起 有臭味 所以就是臭蟲 如果有需要的話 大家可以用熱水 即是60度以上的水 就要洗衣 避免把臭蟲帶回家 是 所以沒有辦法 香港已經是比較前輪陷了 已經比較乾淨 已經比韓國的乾淨 嗯 是的 這就是香港的情況 對於藏室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說 是 沒錯 所以呢 有些動物就沒有什麼好說 但有些動物本身就沒有關係性 包括大熊貓 大熊貓人見人愛 中國也派出了不同的熊貓去世界各地 被人叫熊貓外交 但是呢 最近好像有些新的變數了 那就是 旅美的三隻大熊貓 即是 美香 添添和小奇跡 據報會即將回到四川老家 自此 全美國只會有一間動物園養育大熊貓 而那批大熊貓 只有一間 亦都會在2024年的時候 安排四川老家 令到這個中美之間的熊貓外交 是不是會結束呢 這件事就備受關注 是 那他們是做什麼回來的 是因為他們 有什麼事 他們說根據協議 所以就 會回來 因為其實 以往熊貓不是送出去的 他們是租借 但問題是如果租借完了 就是為什麼 因為不續租 或者會比較奇怪 或者可能他們多大 當然每一隻熊貓都有回來的時間 但你至少沒有新的時間 沒有新的時間 沒有新的時間 因為熊貓年紀大了 要回到中國養老 那這生日應該就是 年紀到了 不續約 是 其實你可以領養熊貓 但越來越貴 以前幾百萬人可以領養熊貓 如果去到四川 你去到熊貓的發言地 成都 即是成都行幾個左右車 你可以直接面對熊貓和熊貓玩 但現在是沒有了 因為太多人這樣做 中國人也太有錢 但問題是 熊貓你的寶寶 大家都什麼 有在外面居住的寶寶 總共是室歸於中國 因為如果大家翻了面 一定要覺得不想繼續做這件事 人們就說,所謂的人民交流 基本最普通的,其他人都拒絕了,人民交流都留住 表面上學術就無分國家,實際上你怎樣都留個聯絡 但是現在連紅貓都不外交,是不是中美只會轉差,不過會轉好呢? 我不知道,因為現在中國就跟你民間交流 跟現在加州州長去了中國的時候 跟中國的好朋友,中國就決定跟你們州那裏 但問題是,紅貓的州是州政府、市政府做的 而不是跟聯邦政府做的 所以紅貓交流的話,會不會你州政府,隨著州政府 對地方政府的外交成功之後,會再用回紅貓交流?你就不知道了 因為跟聯邦政府無關的,這是地方政府做的 除了紅貓外交之外,其實中美現在暫時是否可以說 所以說,免得談了,民間算數啦 TikTok也按著頭髮 其實也不是免得談,而你根本談不到 你也談不到,民間算數 可能正面一些說法,是談不到 所以我們唯有民間 OK 所以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中美的小風波 不知道是少不少,但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說完這個之日,也說一說其他事情 在榴槤海外的,除了紅貓之外,還有網紅 但這次就是一宗悲劇 可以先看看 中國男網紅還來 據報在塔里島浸水,叫做匿蔽 同時,他應該跟他老婆一起過去 他的老婆就是一個烏克蘭籍的妻子,這樣就獲狗 是,這個有幾樣東西要說的 先看清楚這件事先啦 看久一點啦,這個一定有照片 沒有圖沒有真相 其實那個網紅,烏克蘭的網紅就是紅先的 即是紅過她的 她那個,即是她的女兒 專門做一些Cosplay 是很出名的,假裝來假裝男人 很多粉絲的 這個男的網紅,不知道為什麼她聲稱自己是巴佛利亞人 但問題是她叫黃小鋒 不知道是不是巴佛利亞人來的 但是呢,就是 她之前聽說她是一個 她是靠女人,兼且是一個渣男之中的渣男 就是去滾 即是大家被人捉了很多次 現在對老婆很差的 老婆就很嚴重的 整件事 她說渣男中的渣男 因為這個世界上,男人去滾 如果男人很有錢的話,現在去滾 大家就會覺得比較容易接受 但如果男人靠女人,然後去滾 大家就比較難接受 情況就是這樣 然後呢 渣男中的渣男 那個女人呢 應該這樣說 然後那個女人就傷心得很厲害 她的Cosme很紅的 很多人看 而男人其實不是完全一個網紅 她這個是才子 跟我一樣 渣男劍才子 然後呢,她就是寫書 好像,我不知道有沒有拍電影 那些東西的 有出過基本暢銷書之類的 然後呢,她就說 那個女生應該是說她浸的時候,她倆一起出去 那個女生是曾經試過 可能她浸的時候,她就抓住她 即是救援不了 說她可能抽筋,救援不了 因為呢,我們在這裏呢 我們在香港那裏 我們現在做一些網紅台 那應該是 不是那麼容易被 即是逃犯條例,不會被抓到的 所以我唯有說 我現在就有可能 那女人謀殺她 嗯 沒人說過的 是 即是整個故事,她們一起出海 兩個人出海,一個人回來了 然後呢,那個魚呢 即是兩個人應該是有 觸感的,有身體觸感的 只要消失的女人 消失的女人 然之後呢,條女高一個男人 條女高一百八一九零 只要條女應該是 所以她才Cosplay,她會做男人的Cosplay 那所以 然後他那個魚呢,是比較奇怪 即是你無緣都去補 兩個人出去,一個在拿魚呢 在說,她就說她救她不遂 所以你會有身體觸感 所以就 對象沉了去 所以特別講這件事,因為我覺得有少少消失的他 剛剛正想問,根據我20年的柯南經驗,通常這些都是涉及謀殺案 那你問金田一吧? 金田一就看過幾集 因為如果這些事在香港發生的話,我很怕他們會告誹謗 但問題是在大陸,我們無法無天,即是我們無法無天是對大陸的 當然,怎樣說好呢? 如果沒有專業的技巧呢? 同樣是預拿的還有其烏克蘭妻子 為什麼兩個人一起預拿?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烏克蘭妻子在巴黎島海灘禁止進入區域被巨浪衝走 因為被巨浪衝走,因為是巨浪的關係 但他另外有說是因為抽筋 所以多看死者護照的名字 這個就是Shelfong Johnny,J-H-O-N-Y 他說自己是巴黎島海灘禁止進入區域 他也有一點像Mix 就是這樣 他是很出名的Corsair 就是經常都會打扮 經常都會扮男人,有很多粉絲 一些動漫的 所以大家在游泳的時候最好 首先看看檯面有沒有紅旗 其次就是落水之前拉筋 第三就是救請力者需要專業的技巧 大家就不要太容易近過去了 因為要考請力牌,很麻煩 講完這個之後,我們又看看兩岸的新聞 最近台灣所謂整軍備武 就是購買了很多,他們聲稱很多 大概是一萬六 紅準火箭彈 就是之前賣了五千六 現在再賣五千九百幾 接近六千六 兩者加起來接近一萬一千六 據台灣軍方官員說 未來無論是戰役官兵還是義務役官兵 只要在地面反裝甲連 或者是相關部隊服役的官兵 都要有這個紅準單兵武器的實際射擊經驗 以強化地面部隊的反裝甲戰力 那就說得非常厲害了 這一批下面的就是他的線稿 我就不太說了 我主要就是說這個紅準火箭彈是什麼概念 簡單來說,他的口徑我看過是66mm 也就是說是越戰時美軍用的M72的水平 對於現在反不反到裝甲 其實都已經很難說了 但是他現在就大花購買 就賣了一顆 當然就要看回格格 是給它出的? 他們說是自產的 他們一顆大概是二萬五千港幣 新台幣十萬港幣 還好吧 因為看回哈馬斯火箭彈 就是成本是二萬二千元港幣 二千二百港幣 即是十倍的價格 不知道有沒有十倍的力量 是 但是現在最主要他都是對 因為他最主要現在都是在島上作戰 就是現在都不是準備 不準備拒止你 你已經不準備攤頭 不準備攤頭拒止 也都不準備在海上決戰 所以就準備 其實希望到時就燒你台灣人 即是台灣人如果打的話 就死台灣人了 對不對 你這樣做的話 就要死台灣人 就要預備登陸作戰 即是預備在台灣打巷戰 其實就是這樣的 現在美國已經放棄了台灣 台灣說來說去說的 其實美國已經放棄了 台灣其實真正已經放棄了 在海上決戰 其實全部都是島上決戰 嗯 那是否所謂有什麼 遇敵於海峽中線 知道 全部錯了 如果全部主要都是馬爾備號 主要你不會搞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沒法打 嗯 那我們又回到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 很多時候大家就說 對台灣問題要速戰速決 以防美國介入 有些人比較樂觀 就是美國不會介入 那如果發生了武裝衝突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要快打還是慢打呢 到最後 雖然國人很喜歡 但是到最後都是快打 要麼你就慢到不打 我總而言之外就圍住你了 我總而言之圍住你 我就慢到不打 我 為了你投降為止 但是到最後都是快打好 你覺得呢 我覺得快打好一點 問題就是快打 因為台灣至少 台灣 台灣是有一些人 跟耳巴不同的 就是你那些打法 台灣是有一部分 耳巴是巴拿斯坦克 不會有人投降的 台灣是很多人想投降的 台灣有很多大陸黨的 對嗎 所以基本上 你不用打那麼多人的 因為很多人本身已經是有中國的經歷 或者是大陸老婆或者之類的 那本身有很多大陸 本身已經通了所有事情 而且還有就是 你那個 你圍的時候問題就是 你很容易 你很難打巷戰 但是你很容易攻破總統府 那你打到總統府 那你打到總統府 那你怎麼搞呢 你真的全部不理你上山巷戰 對嗎 攻入總統府不難的 問題就是山上 那你的高山族 那會不會真的跟你打巷戰呢 整件事 嗯 那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其實看到這宗新聞 我反而就是好奇 為什麼這麼遲才會買這麼少 還要是 怎麼說好呢 這一輪東西 類近的 就在解放軍裡 應該是人手一輪的 計算帳面數 應該是有幾十萬支 但是它是生產不遲 它是生產不遲 那你以為生產這些比較重要 還是生產 還是生產的那個叫做是晶片比較重要 然後生產軍事比較重要 你有什麼事 你點一把火 馬上燒爆完 然後說它再製造 但是你現在晶片是戶國神山 那些人說如果有晶片就不敢打 有晶片他就不敢打 有晶片美國還要報告 那是九人來的 有什麼是發達得過賣軍火 上一手賣完之後 準備打仗的時候馬上走路 下一手就說上一手賣完之後 就繼續賣完剩餘的軍火再走 沒錯 晶片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晶片就是私人機構很難的 私人機構你這樣搞法很難 就是你這樣搞法 你不是政府 你不是對政府 那些買家 那些買家又是外國的機構 你不能走 那麼當然 講完這個兩岸之後 最後當然都是要說回巴爾 巴爾戰爭現在的情況 怎麼說好呢 對國際監獄論 對以色列就偏向越來越不利 甚至有傳拜登也要求 內塔尼亞湖進行一個少少的脫停戰等等 似乎美國受制於國際輿論 被受影響 開始向以色施壓 但是呢 美國共和黨佔多數眾議院 亦在星期二的時候 投票通過譴責一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這個叫做塔利布 因為塔利布是巴勒斯坦裔的民主黨議員 指責塔利布宣揚虛假信息 呼籲摧毀以色列 顯示這場戰爭對於美國朝野造成的分歧 就是日志彰顯 這個塔利布做了什麼事呢 他曾經三次當選眾議員 相信都是一個比較紅的知名的議員 也批評拜登政府 支持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 形容這個支持是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 這句很嚴重的指控 也用了一句親巴勒斯坦集會上常見的口號 就說 從河流到海洋 巴勒斯坦將會獲得自由 從河流到海洋 巴勒斯坦將會獲得自由 這句就被廣發理解為呼籲消滅以色列 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個說法 所以他們就說 要譴責巴勒斯坦的意義 那你第一就是 那個叫做 香港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那些 港獨的口號 那些口號本身都沒有什麼 過什麼事那些 就是類似的 所以很難說的 但是巴勒斯坦 現在反右才開始 反右才開始 有些人 中國有些人還在說 還在說 第一個反右 和猶太人決裂的應該是 Anglosexans Anglosexans 因為大家覺得 其實猶太人劫了他們 他們的什麼 接著他說 希特拉撒猶太人的事件 可能會在西方重現 但是對於這種說法 我只是會下一個評語 就是不會發生 希特拉撒猶太人是什麼情況呢 是因為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輸了 所以如果要是中美大戰 然後有人讓他輸了 他們Anglosexans 才會遷路於猶太人 因為當初的時候 他們就說 其實就是整件事 就是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還沒有打輸 但是猶太人就在 德國罷工 在德國就是工廠罷工 於是大家就不願打 那你沒有後勤 你就迫絕投降 然後呢 整件事就是 他們都發現了 原來推翻了俄羅斯的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全部都是猶太人 所以就是 因為這樣 然後呢 到了最後 德國在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那些高速通脹 是全部都是猶太人 一手把持 那些商業機構 當時已經控制了傳媒 已經控制了德國的傳媒 以及控制了德國的金融 所以呢 到了最後 希特拉就把這些傳媒 歸構於猶太人 到最後才發揮 所以如果相對於類比的話 呢 猶太人是不會有事的 除非他和中美大戰輸了之後 就會將 Anglosexans 就會將 這件事歸構於猶太人 那就是這樣 到最後 我們剛剛找到一件事 看看可不可以 專家教你引室出動 他說 有一些方法可以減少過什麼 他說 哦 床室日本叫南京蟲 然後呢 他說 他說 因為他要住好的酒店 他說 那些酒店 高壓精是將床單被單消毒 所以呢 他就殘留不了 所以大家要住好的酒店 鬼不知道 然後呢 就是 他有一個資料寶 叫假眠作戰 以測線床上有殘室 他說 將燈關上假裝睡覺 等三十分鐘後開燈 如果在床上發現床室 應該代表附近有大量床室存在 如果試了兩三次找不到東西 酒店的房間應該乾淨 應該是住酒店 不是在家 的方法 有三次要關燈 三十分鐘後開燈 就是我整個旅行 起碼用一個半小時 在酒店裡玩 等開燈 是啊 可以假裝睡覺 等三十分鐘後開燈 你可以在燈關上了之後 弄一些東西 弄三十分鐘之後 然後再開燈 都不失為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沒那麼悶的辦法 如果不是的話 也是挺悶的 OK 可能你可以玩手機 我自己的意思是 即是玩手機 然後再開燈 玩手機這件事 香港也能做到 上班也能做到 但現在你在外國住酒店 外國住酒店 很多人都玩手機 唉 OK 今天就這麼多了 好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台北 山 有 台北 你 有 每一個